你还没想到 但是现在怎么办 我还不想 死了 向文芝 阿姜 快走吧 有人杀了蔡生的小妾 想要栽赃给你们 财生通明帖已经查到这里 现在正带人过来 你是何人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两个人 死在这里罢了 快 给我搜 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 此事与你无关 我们分头走 行 那你们小心一点 此人虽脾气过关 倒也算其功耗义了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为了我们伤了自己 伤了自己 怎么了 尸体是会说话的 再不问就没机会了 这些尸体都验出了他们曾经中毒 我现在要找出毒源 这样可以顺堂摸瓜 找出凶手 我现在要拨开他的肚子 我现在要拨开他的肚子 好 大人 你快来看 这是一块令牌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藏着东西 它这个伤口 从位置 方向 深浅来看 只能是他自己伤了自己 而且这个伤口中间发应 不像正常的皮肤触感 所以我怀疑 他应该是藏了东西 在自己身体里 怎么会 我定是疯了 大人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做得很好 爹爹 这是什么呀 这个水波纹图案呢 代表着一个邪恶组织 他们的身份十分神秘 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 所以呢 爹爹就想通过一些线索 把他们 一个一个全都找出来 然后 一网打箭 明白了吗 为什么杀手身上 会有这样的令牌 难道上官值得死 我爹娘的死 都跟这个水波纹组织有关 这是什么 水波纹 这个令牌背后的组织 应该就是杀害 杨姑娘的幕后真凶 我们得赶紧走了 走 那就还稍微 公主 赵四包厢的客人入住的房间 是二楼最左侧的那间 伺候 升门不走 死落自头 何方小儿 赶来我生此方撒野啊 我 但是现在怎么办 我还不想 沈黄植